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与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令人瞠目结舌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聊聊世界富豪棒的最新动态 飞行动态 Facebook伯格最近财富大增 超越了电动车大亨马斯克 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 这场财富的角逐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租客伯格的身家达到了今年的1.46万亿港元 而马斯克今年财富缩水484亿美元 区区第四 这不禁让人想起两人之前未兑现的铁龙格斗 现实生活中的财富争夺赞 似乎更加精彩 接下来让我们转到娱乐界的一则震惊新闻 英国男性莎莎·拜伦·科恩 与澳大利亚女性艾拉·费舍尔宣布离婚 结束了14年的婚姻关系 这对喜剧夫妻党一直以来都是公众眼中的模范夫妻 然而艾拉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张照片显示 两人已经决定放下球拍 结束这场超过20年的网球赛 这消息无疑让许多粉丝感到意外和失落 最后我们来看看国际政治的一则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近日访华 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进行了一系列的经贸会谈 这期会谈聚焦于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性挑战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论坛讨论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增长问题 此次会谈被形容为坦诚和富有成效 显示出中美虽存在分歧 但仍愿意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朱克伯格身家1.46万亿港元 挤进彭博富豪榜第三超越马斯克 星岛日报 马斯克与朱克伯格的铁龙格斗至今未兑现 财富较量近日却有明显转变 据彭博社报道 Facebook创办人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终于超越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Tesla 老板马斯克 Elon Musk 登上世界富豪榜第三名 2020年11月中旬以来 首见身家达1869亿美元 1.46万亿港元 马斯克不仅跌出富豪榜前三名 今年3月以来 从榜首跌到第四 财产大缩水 相关新闻 福布斯2024全球富豪榜 黄人薰英华人首富 首位身家千亿美元女富豪诞生 莱雅集团第三代继承人 在写历史 52岁的马斯克 今年3月初 在彭博亿万富豪指数 Bloomberg Billioners Index 曾居榜首 3月4日 电商亚马逊 Amazon 创办人贝索斯 Jeff Bezos 超越他 成为彭博榜首富 同样成为首富的 LVMH集团行政总裁 阿诺特 Bernard Arnault 居第三 路透社日前报道 特斯拉计划 推出一款价格更低的汽车之后 特斯拉股价下挫 不过马斯克否认了路透社的报道 上周 特斯拉传出交车数量 在今年第一季减少 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特斯拉首度出现 Q1交车辆下跌的情况 马斯克今年财产缩水 484亿美元 3791港元 至5日为止 名下财产总计 1806亿美元 约1.41万亿港元 中午在彭博富豪榜 区居第四 39岁的朱克伯格 则身家行情大好 Meta Platforms股价节节攀升 5日当天再创新高 财富大增589亿美元 约4612亿港元 达到1869亿美元 这是自2020年11月16日以来 朱克伯格首度挤进 彭博富豪榜前三名 当时他名下财产1056亿美元 马斯克身家1021亿美元 2021年11月 两人财富差距高达2150亿美元 1.68万亿港元 时隔不到两年半 朱克伯格再度超车 可见电动车股票抢手程度 已不如科技巨拨 与AI有关的大公司 尤其炙手可热 南方才报性骚 喜剧夫妻档宣布 老雁纷飞 联合早报 才刚被澳大利亚女星 Rabel Wilson 雷贝尔·威尔森 旨在片场性骚扰 英国男星Sasha Baron Cohen 萨莎·拜伦科恩 急传来离婚消息 Cowan5日 于社媒宣布 去年已与48岁澳大利亚女星 Isla Fisher 艾拉菲舍尔离婚 结束14年夫妻关系 她于及时动态上载 与Isla 身穿网球运动服的合照 并写道 经过一场历史超过20年的网球赛后 我们终于放下球拍 在2023年 我们入饼结束婚姻 我们一直重视私隐 静静地去处理这个改变 我们永远一起关爱孩子 我们诚心感谢各位 尊重我们的私隐 Cowan与Fisher于2001年相识 2010年结婚 婚后育有两名女儿 两人都是知名喜剧演员 邓伟德秀好身材 搭档 视觉冲击不得了 联合早报 台北逊 TVBS首次与新传媒合作的爱情喜剧 完全省钱恋爱手册 4月14日将全球首播 这部TVBS原创剧 网罗台湾 新加坡演员参演 剧中以电商公司作为故事舞台 不仅能看到会计部美女如云 包括郭书瑶 周智慧 胡玉师及潘映竹 业务部三大男神林子宏 林赫轩及邓伟德也是一大亮点 三人拍出好交情 甚至一起盖棉被 纯聊天 14岁开始练太拳的新传媒艺人邓伟德 原本就拥有健美身材 这次配合玩具拖了 拍摄前 他采脱水 断探策略 拍摄当天果然获得众人的赞叹 也让林子宏 林赫轩连忙说要离他远一点 避免压力大 自演在摇滚区第一排的林赫轩 有幸近距离观赏搭档的好身材 透露视觉上的冲击不得了 他接着爆料 先前摸到林子宏身材同样很有起伏 属于穿衣显瘦 深藏不露的类型 林子宏听完腼腆的回应 我是为了健康了 健康就好 剧中 林子宏饰演刚到直的王牌业务王海阔 邓伟德是他的唯一搭档 号称圈圈选物花美男的林赫轩 则是业务二部的经理 因王海阔出现抢走自己的风采 而感到危机感 没想到 一次公司团建活动 让三人不但有了亲密接触 过程更是笑料百出 因在酒店拍摄 三男聊起出国旅行时的准备 林子宏淡定说 自己不会特别带什么 也不会认床 林赫轩 邓伟德 各自都有必备的物品 自暴胆小的林赫轩 除了保平安的物品外 在房间时 电视一定开着 对光线敏感又浅眠的邓伟德 则会开着灯和戴眼罩睡觉 林子宏听完两人的分享 调皮地问林赫轩说 如果电视突然关起来怎么办 林赫轩睁大眼直呼 我会骂脏话了 不要这样 很恐怖也 激烈的反应 引来现场一阵大笑 耶伦访华和何立峰会谈两日后 今晚转抵北京 中方严重关切美 对华限制措施 星岛日报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今天在广州结束一连两天的经贸会谈 中方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措施 表达严重关切 并救产的问题 做出充分回应 双方同意继续保持沟通 美国财政部说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论坛 讨论国内外经济的平衡增长问题 耶伦4月4日起访华6天 是去年7月以来第二度访问中国 今晚从广州转抵北京 明日将与国务院总理李强 财政部长蓝佛安 及人民银行行长潘弓胜等官员会晤 新华社报道 何立峰和耶伦5日至6日 在广州举行多轮会谈 双方围绕落实中美援手重要共识 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 中美经济关系及全球性挑战 进行了深入 坦诚 务实 建设性的交流 一致同意在中美经济和金融工作组向下 讨论中美及全球经济平衡增长 金融稳定 可持续金融 反洗钱合作等议题 中方就美方对华经贸限制措施 表达严重关切 并就产能问题做出充分回应 近期 美国再次收紧先进晶片输华的限制 并计划对迅速崛起的中国电动车业 采取措施 耶伦在广州出席活动时 多次表达美方对中国产能过剩 及企业补贴的关注 美国财政部形容两人的会面 坦诚和富有成效 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新的论坛 讨论国内和全球经济的平衡增长问题 耶伦说 这些交流将促进围绕宏观经济失衡的讨论 包括产能过剩 他打算利用这个机会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伊朗最快下周针对美以发动重大袭击美国官员高度戒备 星岛日报 以色列日前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发动空袭 或引发伊朗报复袭击 美国官员表示 伊朗最快下周发动针对以色列或美国的重大袭击 美国目前正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一名美国官员周五表示 美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并正在准备应对伊朗可能针对以色列或美国在该地区的资产发动袭击 以回应月初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 导致多名伊朗外交官死亡的事件 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报道 美国官员称美方获得的情报显示 伊朗在报复性袭击中可能会使用大量的见证者 射黑无人机和巡航导弹 并且可能会袭击与伊朗使馆对等的以色列外交设施 时间大约在现在至下周斩月结束之间 但目前未知无人机和导弹将从何处发射 是从伊拉克 叙利亚 亦或伊朗本土 据报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通电话 主要讨论话题就是伊朗即将发起的袭击 一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每一都认为伊朗的袭击无可避免 伊朗总统办公室负责政治事务的副主任 贾姆希迪5日在社交媒体称 伊朗以书面警告美方不要落入以色列的陷阱 由于美国和伊朗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经瑞士政府充当中间人 美方回应要求伊朗不要将美国设施作为目标 台湾花联地震增至13死 仍有6人失踪包括一对新加坡夫妇 星岛日报 台湾花联7.2级地震搜索持续 搜救犬协助下 今日再在太鲁阁山区寻获一具遗体 令地震死亡人数增至13人 仍有6人失联 包括一对新加坡夫妇 其家属昨日搭击赴台等候消息 前日开始拆卸的天王星大楼 今日进一步倾斜 施工被逼暂停 花联以东海域前日 3日上午发生25年来最强地震 全台有强烈震感 景区太鲁阁公园署重灾区 多人被落实击中身亡 搜救队金城在花联沙卡当不到 发现第三名被土石活埋罹罹难者 身份为21岁独自旅行的胡姓女子 当局在花联殡仪馆设立联合灵堂 工地震遇难者家属及公众拜祭 有遇难者家属到场悼念 并瞻仰怡容 情绪激动 一对新加坡澳洲双重国籍夫妻至今失联 花联警方表示 两人最后搭乘泰鲁阁县观光巴士 中途下车地点未知 而目前巴士司机及车辆 皆困于山区无法下山 通讯中断 无法掉跃车内闭路电视 有38年历史的花联天王星大楼 被震至60度倾斜 一名女教师惨被压死 未免倒塌 当局前日开始拆卸大楼 但工程持续一夜后 昨晨发现大楼进一步清测 施工被逼暂停 结构技师正研究是否改变拆除方向 邓伟德首拍台剧《大露身材》 台男性 视觉上的冲击不得了 联合早报 台北逊出身才华横一出新秀的 新加坡演员邓伟德 首次拍台剧 完全省钱恋爱手册 大秀身材 还让和他合作的台湾演员林子宏 林赫轩大喊要离他远一点 剧中 邓伟德扮演王牌业务员林子宏的 唯一搭档林子宏的出现 抢走业务二部经理林赫轩的风采 让他感到危机感 没想到 一次公司的团队建设活动 让三人不但有了亲密接触 过程更是笑料百出 14岁就开始练泰拳的邓伟德 拥有健美身材 这次配合剧情安排 事前实行脱水 断探的策略 拍摄当天果然获得众人赞叹 林子宏 林赫轩都说要离他远一点 以免压力太大 林赫轩在戏中 有幸近距离观赏邓伟德的好身材 透露视觉上的冲击不得了 接着爆料 先前摸到林子宏身材 同样很有起伏 属于穿衣显瘦 深藏不露的类型 林子宏听完腼腆地回应 我是为了健康了 健康就好 合作出好交情的三人 因在酒店拍摄 聊起出国旅行时的准备 林子宏淡定表示 自己不会特别带什么 也不会认床 林赫轩 邓伟德 则各自都有必备的物品 自曝非常胆小的林赫轩 除了保平安的物品外 在房间时 电视一定开着 对光线敏感又浅眠的邓伟德 则会开着灯和戴眼罩睡觉 H5N1南极发现530企鹅狮 已染禽流感 科学家估计数千只病死 星岛日报 澳洲联邦大学 Federation University Australia 3月进行南极考察研究 发现至少532只阿德利企鹅 Aderley Penguins死亡 暂时未将全数遗骸统计完毕 但他们推测 有数千只企鹅已经死亡 怀疑是致命的H5N1禽流感病毒所致 目前样本已送回实验室检验 有望在几个月内得出结论 相关新闻 美专家警告 禽流感比新冠严重100倍 或至一半患者死亡 禽流感首次入侵南极州 威胁数十万只企鹅 南极巴布亚企鹅 暴H5N1禽流感疫情 逾200只小企鹅死亡 据路透社报道 参与这次考察的澳洲联邦大学 野生动物生物学家杜瓦 Megan Dewar表示 在南极州海洛伊纳岛 Hirana Allen 发现阿德利企鹅尸体 在零下气温中被冻成固体 并被白雪覆盖 每年约有28万只阿德利企鹅 会在这座岛繁殖 但研究团队抵达时 活着的企鹅已经完成繁殖离开 目前已知至少532只企鹅死亡 但光靠杜瓦与一小群研究人员 无法立即统计出 整座大岛上所有的企鹅尸体数 估计在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里 可能会统计出数千只企鹅死亡 报道指出 2022年H5N1禽流感病毒 抵达南美洲 以比过去都要更快的速度 在野生动物中传播 并于今年20242月首度入侵南极州 确认了第一宗H5N1病例 杜瓦的团队也确实在南极半岛 与附近三个岛屿的 贼欧鼠海鸟 Skywe Seabirds身上发现 H5型禽流感病毒 贼欧平常会以企鹅的蛋和幼崽为食 英国南极调查局数据显示 整个南极每年约有2000万 对企鹅繁殖交配 其中包含皇帝企鹅 Emperor Penguin 科学家担忧 气候变迁导致海冰减少 皇帝企鹅可能到本世纪末 就会几乎灭绝 2022年 一场海冰融化 曾造成数千只皇帝企鹅 幼鸟被淹蔽 杜瓦表示 如今又加上禽流感威胁 皇帝企鹅可能在明年春季 受到疾病影响 台湾外交部发声明 波利维亚政府 向中国关怀台湾地震 是散播贬低台湾主权言论 星岛日报 台湾日前发生强烈地震 引致重大伤亡 南美洲国家波利维亚政府 则公开向中国表达慰问 台湾的外交部 今日发表声明 抗议波国政府 护从中国政府 在国际间散播贬低 台湾主权的不实言论 台湾外交部官网 今日发表声明 称 波利维亚外交部 受到中国政府影响 于当地时间4月4日 在其官方脸书和X平台 向中国大陆 关怀台湾赈灾 此事件再次凸显 中国利用台湾赈灾 在国际上进行认知作战的 无耻行径 中国对台湾 只有政治算计 毫无善意的威权本质 外交部对中国政府的 无耻作为予以谴责 台湾的外交部重申 中华民国 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 才能在国际上代表 台湾2350万人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未统治台湾 台湾也绝对不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这是国际公认的客观事实 和台海现状 玻利维亚外交部 在官方脸书和X平台 前程推特上发文 向中国就台湾海域发生 强震造成的严重人员伤亡 和物质损失 表达慰问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星期三 三日在安全理事会上 就国际社会关心台湾强震 表示感谢 女星忙到颈部出现硬快 曾评据颠覆网民审美标准 联合早报 香港讯 高海宁去年评新闻女王夺得 TVB电视万千星辉颁奖典礼 最佳女配角奖 近日忙于在中国大陆 拍摄真人秀 无限超越班二 又敢拍新港剧武林 忙到没时间休息 身体更易想起警号 令人担心 她近日不断分享美照 为自己打气 喊完努力喊充实 然后又上载多张泪摊的照片 照片里似乎不论身在何地 都累到可以随时入睡 令人心疼 日以继夜工作的她 身体一似 想起警号 头上明显出现凸起块状物 让她担心地询问大家 今早突然摸到 颈部有两粒东西凸了出来 一粒大一粒小 不痒不痛 头皮接近颈部的位置 也有两个大硬块 都集中在左边脸 请问看医生 我应该看什么科 之后 又上载黑白拔罐针灸照 展示满井泄痕 说 最近真的太拼了 令粉丝相当心痛 高海宁晒出颈部拔罐 针灸情况 取自艺人Instagram 新闻女王过后 她表现受肯定 人气也高涨 也促进不少大陆观众 更认识她 去年剧集刚播出 就有观众形容她微胖 身材有点壮 骨架太阔 甚至是虎背熊腰 和大陆女艺人白瘦又身材 少女感的审美标准很不一样 高海宁的身材 引起讨论 取自艺人Instagram 但过后 随着越来越多人认识她 知道她经常做运动 有结实的腹部 葫芦一样的曲线 开始说她的健康美 才是女人应该要追求的目标 反而大陆娱乐圈 所追求的白瘦幼 少女感 才是一种病态 和畸形的审美标准 越来越多人赞她 谁说她胖的 明明就很健康漂亮 身材真的很辣 内地那么多台球杆 曾经有什么好看的 媒体因此称 她从背谈到背赞 成功扭转大陆网民 对女性的审美标准 俄乌战争 迫使欧洲将其经济实力武器化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无论乌克兰战争的 具体领土结果如何 政治结果已经很明确了 俄罗斯已经失去了 在东欧建立附庸国 和缓冲区的策略 因为乌克兰的西进路线 现在已经不可逆转 这是4月4日星期四 在地缘政治中心 主办的剑桥大学举行的 由外交官和学者组成的 国际研讨会的关键信息之一 会议的焦点是 2013年的独立广场革命 这场革命 推翻了乌克兰亲莫斯科的总统 维克托 亚努科维奇 使该国走上了通往欧洲的道路 但会议也重点关注了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于2022年2月 对该国的全面入侵 阅读更多 List of 4 Items List 1 of 4 俄军击落数十架无人机 克里姆林宫 就乌克兰问题 向北约发出警告 List 2 of 4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 在第771天的关键事件 综述List 3 of 4俄罗斯 加大攻击力度 乌克兰警告其 迫切需要 武器List 4 of 4哈马斯 在应对当前战争时的选择 End of List 普京已经失去了乌克兰 他已经变得晶莹剔透 他侵犯了他们的主权 他们反抗了他 2009年至2014年间 担任欧盟首任外交政策负责人的 凯瑟琳 阿什顿男爵夫人 他在起义的动荡几个月期间 与亚努科维奇和普京 进行了频繁的会谈 说道 在他失去他们之前的那些年里 现在他完全失去了他们 独立广场抗议活动 于2013年11月21日晚开始 当时亚努科维奇决定 不与欧盟签署 已经谈判了7年的联系国协议 而是选择与莫斯科 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晚上 当天主持招待会的时任 拉托维亚驻乌克兰大使 阿吉塔 道泽 阿吉特 道斯 说道 乌克兰外交部官员来晚了 他们心情很不好 2013年 乌克兰社会寄希望于 与欧盟更紧密的联系 将为乌克兰带来更多秩序 和更快的经济发展 道泽表示 欧洲的概念 似乎开始成为乌克兰立法者 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并成为普通民众美好生活的代名词 随着针对亚努科维奇的抗议活动 愈演愈烈 参观聚集人群的阿什顿回忆道 气氛非常好 家庭 年轻人 非政府组织领导人 记者 基辅社会各界人士 天气非常非常冷 所以你知道 人们都很投入 我们清楚地感觉到 这是一场不会离开的人们的运动 起义的自发性和持续时间 与俄罗斯关于起义 是由西方官员策划的说法不符 但寄希望于与欧盟加强关系 所带来的好处的不仅仅是乌克兰 阿什顿认为 吞并乌克兰的精力也在改变欧盟 他告诉半岛电视台说 这使欧盟在外交政策方面更加强大 更加一致 外交和国防政策仍然是国家权限 需要欧盟层面一致行动 但阿什顿表示 欧洲的合作意愿绝对非同寻常 并且自他任职以来有所增加 例如 在独立广场起义期间 许多欧盟成员国仍然对俄罗斯毕恭毕敬 许多人认为 波兰官方的反应过于胆怯 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副主任 卢卡斯·库莱萨表示 时任外交部长拉多斯拉夫 希克斯基告诉乌克兰人 同意与亚努科维奇达成妥协 即使在普京于次年3月 吞并克里米亚半岛后 欧洲官员仍建议乌克兰 不要对俄罗斯使用武器 而德国也同意 俄罗斯在波罗的海下 修建绕过乌克兰的北溪天然气管道 波兰现在是乌克兰最明确的盟友之一 德国已经放弃了北溪 欧盟已对俄罗斯实施了十多项制裁方案 并于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了可预测的 多年期的军事和财政援助 欧盟从来不知道自己有多强大 阿什顿表示 作为一个经济强国 它是巨大的 但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 他有能力利用这种 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实力来实现目标 他说 现在是欧盟领导人开始制定 未来50年安全战略的时候了 去年12月 欧盟邀请乌克兰和摩尔多瓦 启动入盟程序 这也被视为一种安全形式 2013至2017年 欧盟驻莫斯科大使维高达斯 乌萨卡斯呼吁欧洲和北约 做出前所未有的政治决定 加快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并邀请乌克兰在华盛顿峰会上 加入北约 乌萨卡斯表示 这两个过程通常需要数年时间 但无论何时举行 加入资格都将增强乌克兰 在与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谈判中的实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 他呼吁向乌克兰部署北约部队 并立即向乌克兰提供紧急 大规模的军事和财政支持 使其重获势头 并能够从强势地位与敌人对话 据报道 北约秘书长严斯 斯托尔滕贝格本周提出了一项北约援助计划 将在五年内向乌克兰提供10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欧盟和欧洲北约成员国之间的这些协调政策 与美国国会议员对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的支持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今年冻结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这让欧洲肩上承担了更多责任 这是俄罗斯政治战争的最大成功 基辅美国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马克·沃伊格 告诉半岛电视台说 我相信特朗普先生在某种程度上 肯定是克里姆林宫的资产 无论是他在苏联后期的访问 还是他在莫斯科的环球小姐事务 还是他与特朗普大厦的商业往来 个人财务纠葛 我相信俄罗斯人对他有一些相当实质性的了解 然而迄今为止 美国的调查尚未发现证据表明 莫斯科掌握着任何有关特朗普的不利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使这位美国前总统 容易受到莫斯科的政治压力 无论特朗普寻求切断 对乌克兰援助的原因是什么 倒则都让人想起 二战期间和战后不与俄罗斯对抗的结果 当时斯大林的军队横扫东欧 结束了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短暂的独立 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家决定不打仗 并接受苏联不侵犯其主权的承诺 他说 在世界大战的背景下 我们不能指望其他国家的帮助 我们失去了自由 寒人谷毒品酷石 至于100人上瘾死亡 塞拉利昂宣布紧急状态 星岛日报 西非国家塞拉利昂 流行高度成瘾的合成毒品酷石 其成分竟包括人骨粉末 近月首都自由城有上百名年轻人 吸食酷石后 器官衰竭身亡 总统比欧 Julia Small.Wonibail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目的也加强安保 防止死者骨骸遭挖走 酷石致四肢肿胀 损害身心健康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在自由城街头 可以看到一大群年轻人席地而坐 四肢呈肿胀状况 这是吸食酷石的后遗症 有上瘾者表示自己也不想再吸毒 但真的戒不掉酷石 吸完后感到非常享受 总统比欧四日晚发表全国广播 表示由于毒品和药物滥用 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特别是合成毒品酷石 国家如今面临生存威胁 使用酷石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当局将成立国家毒品药物滥用 特别小组打击酷石 执法单位应透过调查 逮捕等手段瓦解毒品供应链 塞拉利昂当局尚未公布确切死亡数字 但一名医生说 自由城近几个月以来 已有超过100名年轻人丧命 另外 酷石也会造成心理健康问题 塞拉利昂唯一的精神病院表示 2020年至2023年期间 与酷石相关的住院人数暴增40倍 达到1865人 成分包括大麻 人骨 据了解 酷石由多种毒品混合而成 主要是以大麻为基础 再加上芬太尼 强效类鸦片止痛剂 区马多 鸦片类药物 福尔马林和人骨粉末等 但不清楚为何要加上人骨 由于民众大量稀释库石 有自由城墓地 要求警察提供保护 避免年轻人为了制作库石 去挖坟偷骨 警方为此 已进驻自由城一处 没有围栏保护的墓园 塞拉利昂目前 唯一正常运作的 戒毒康复中心 就在首都自由城 今年才设立 有100个床位 但由于缺乏设备 专家形容那里更像是居留中心 而非康复中心 大学校园大使 选美皇后 泰国绝美变性人 现身征兵抽签现场 引发轰动 星岛日报 根据泰国宪法 21至26岁男子一生中 必须参与一次兵役抽签 决定需不需要当兵 变性人可以提出医疗证明 申请豁免当兵 但不论如何 都要先参加抽签 今年有两名分别是 校花和选美皇后的网红 现身征兵所 网民热烈争论 哪一位更漂亮 相关新闻 英国男子泰国找变性人 开群屁性爱派对 事后砍半价 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 台景岛银窟 经接泰国变性男杰克 大叔之真相下呆 在泰国黎义服 假色威赛线 一名长发急凶 皮肤白皙的变性 女孩到征兵点报道 她是今年21岁 就读斯巴顿大学 Srippetum University的 校园大使 Parida Cariofen Instagram粉丝 有5.9万人 她在Facebook 转发相关新闻 表示感谢妈妈 给予美貌 而在蔡叶彭府班考线 也有一位选美皇后 Canton Passerpan报道 她是当地知名变性人 曾赢得进百场 选美比赛冠军 在泰国网友间 有泰国湾天使的美称 社交平台上 也有许多粉丝追踪 两位变性女孩 在社交媒体点出 征兵抽签的认证照 网民热议她们 谁比较受欢迎 谁比较漂亮 双方各有支持者 难分高下 有泰国正牌女网友 开玩笑留言说 看到她们的美丽 让我有点想自我放弃 令人震惊的美丽 我看看自己 觉得好像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